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刘说说 今天是3月25号 昨天日本东京奥运会已经确定延期了 延期到不晚于2021年的夏天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奥运会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特别是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有一位老奶奶叫田中佳子 今年已经117岁了 田中佳子原定于是在5月12号 在日本福岗参加奥运圣伙的传递 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 这位老奶奶要创造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也就是最长寿的奥运圣伙传递者 当这位老奶奶听到奥运延期的消息之后 直接就愣住了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作为一个117岁的老人来说 参加奥运圣伙传递 可以肯定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 老奶奶也不确定明年还能不能去参加奥运 首先我们祝愿这位田中佳子老奶奶身体健康 明年能够以118岁的高龄参加奥运圣伙传递 这是我希望的 其实奥运延期它的影响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大 特别是对运动员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羽毛球天王林丹 林丹今年已经37岁了 在上一次奥运会是输给了安赛龙 所以这一次东京奥运会应该是他职业生涯里边的最后辉煌了 但是现在延期了 不知道林丹还能不能参加明年的东京奥运会 其实日本我们说句客观的话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日本从首相一直到下面的国民都是非常期待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 全体的日本国民也是非常的配合 国内的数据到现在都控制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程度 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有很多人也有疑问 说明年就能够顺利的举办吗 我分析了一下 我认为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咱们不应该再看衰日本了 我也希望明年的奥运会能够正常举办 底气在哪呢 就在于疫苗的研制成功 疫苗在今年之内肯定是能够出来的 我们看世界各国都在加快疫苗的研制 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 在关键时候的疫苗突破 基本上都在同一天 你争我改 疫苗一旦出来 新冠肺炎就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 至于说它会不会再产生变异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任何一个病毒都会变异的 但是在全世界各国现在都重视的情况下 应该在今年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再有个半年的缓冲 我们祝福日本吧 祝福2021年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 成为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届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奥运会 推迟一年对咱们中国的体坛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查了一下明年的一些赛事 我认为对咱们中国影响最大的 既不是冬奥会也不是杭州亚运会 而是世界俱乐部杯赛 世界俱乐部杯赛是去年刚开始改制的 改成四年一届 而且从七个俱乐部增加到24个俱乐部 最为关键的是市区杯赛的奖金非常高 1.2亿美金 这么高的奖金肯定能引来全世界顶级的球队来中国参赛 对吧 谁不想挣钱呢 作为咱们中国的现状 大家都知道男足臭的是一塌糊涂 但是中国的球迷还是世界上最多的 大家都喜欢看个球 世纪赛在中国的举办 对中国的足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而且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挣钱机会 网友们都知道 现在体育赛事已经基本上都是商业行为了 举办一届成功的世纪赛 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划算 按照原定的赛事安排 2021年本来这个世界上重大的体育赛事就不是太多了 世纪赛很有可能成为最吸引人的一个大型体育盛会 但是现在的情况大家看 奥运会推了一年 推到2021年了 在前一段时间 欧洲杯美洲杯这些重量级的比赛也推到2021年了 原来欧洲杯和美洲杯就比世纪赛吸引眼球 现在挪到同一年 世纪赛从原来的最有希望的老大 下了好几个档次 估计能排到第四个就已经烧高香了 咱们国内对于世纪赛也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你看你像上海体育馆这段时间的抓紧施工都没有停过 这一下面对这种体育赛事扎堆的情况 我估计世纪赛是损失最大的一个 其他的还有像咱们国家的全运会在陕西要举办 全运会也是一个明显的挑战 还有四川成都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扎堆 它最大的一个坏处就是商业性质直接缩水 你像原来只有一个苹果 大家都抢着想要 这个苹果的价格就水涨船高 现在突然搬来了一筐 随便挑吧 那就卖不上价了 而且对于刚才说了 对于运动员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运动员他们在参加一场赛事 往往要提前经过一年两年 最少也是几个月的准备 如何安排训练 如何安排休息 这都是计划好的 现在各种体育盛失扎堆 对于运动员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他们的体能能不能跟得上 这都是一个问题 你像明年奥运会举办完了之后 紧接着又是一个世界级的冬运会 这些前后的时间相差不到半年 而且运动员还有各种各样的积分比赛要大 这对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发挥不好 他们应有的水平 这也使得各种各样体育的赛事 含金量下降 很多观众会产生审美疲劳 觉得这办的不怎么样 其实不能怨这些运动员 是因为他们的复合实在是太大了 这是关于运动员的影响 接下来说说日本吧 毕竟奥运会在日本举办 不说日本也说不过去 其实对于日本来说非常简单 真的 他咬着牙挺到现在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很多分析报道都说了 如果日本取消奥运会的话 那直接经济损失四五百亿美元 可以说很大 即使是现在推迟了 对日本来说的损失也是在五六十亿美元 而且日本这么多年来翘首准备了七年的时间 就为了借助这一次奥运会 起到一个扭转国运的作用 全国都在赌 奥运会对于日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其实除了经济方面的考量之外 日本之所以咬着牙撑到现在 还有一个因素 那就是不想成为名义上的主要责任方 任何一个城市只要说承办了奥运会 是要跟国际奥运会签合同的 无条件保证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到这个点 奥运会必须得能无期召开 这是你作为承办方的责任 现在发生这种情况 日本显然不愿意主动张这个嘴 如果说日本主动要求我延期 那国际奥运会很可能会提出别的要求 你比如说干脆取消得了 虽然国际奥运会和东京 它是利益的共同体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 谁都不想担责任 现在挺好 有几个神助攻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诺威宣布退出比赛 包括现在美国也爆发了 各种因素让国际奥运会先开口 等于日本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台阶 这对日本方面来说 输点底子 但是没有输面子 全世界也都应该记住 日本对此付出的牺牲 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时间往后推迟 除了日本国内 世界各国的只要沾上体育 都会有损失 另外损失比较大的就是保险公司了 保险公司要为这一系列的损失 兜底 因为像这种大型的国际赛事 所有的相关方 都是要偷保险的 你像美国的媒体NBC 广播公司 为了这次奥运的报道 花费了14亿美元 这14亿美元 保险公司肯定是要赔的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奥运会往后推迟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 有很多的说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查阅 咱们在这里不浪费时间 最后我想说的是 早点推迟 比现在扛着要好 因为现在你毕竟定出了一个方向和时间表 所有的利益 由官方都可以根据时间安排 重新进行规划 你不能老晾在那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最后我们衷心住院 日本的东京奥运会能成为奥运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奥运会之一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点赞关注我的频道 评论转发大流不深感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